男人装饰时尚集团在2004年推出的一本男性综合类时尚杂志 因为主要面对的消费群体是男性朋友 所以这个杂志的封面往往刊登的都是一些美女明星的性感照片 陈乔恩 陈乔恩的好身材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年凭借偶像剧王子变青蛙而出名 一度被封为台湾偶像剧女王 以前看到她和猫咪的这张图片 真的有被惊到 完全是真空上志啊 2001年 三力选拔新秀会正在举办活动 陈乔恩也随即报名参加了 没曾想 这次机会竟直接改变了她的命运 当时的陈乔恩不是靠颜值的 而是靠搞怪和幽默 她装扮成了七先生和杨婆婆的增合体 居然获得了这次选秀最后的冠军 之后便进入了电视台当小助理 在这里 陈乔恩开始接触到娱乐圈的人 不过当时的她顶多算是个打杂小妹 被人各种使唤 但当时没背景 没靠山只能憋着 憋了一肚子气的她心里想着 早晚有一天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和她一样 小青年霍建华此时也在被人使唤中过着日子 但是后来霍建华进了部队 陈乔恩还在电视台挣扎 此时一位大佬的出现 把陈乔恩变成了小红恩 2002年 孙德荣签下了陈乔恩 孙德荣当时在台湾娱乐圈绝对是一位大佬级别的人 罗志祥 张雨生等人都曾是她捧红的 陈乔恩能得到这个人的认可 离承明也不远了 这也是陈乔恩想要的 所以那几年的陈乔恩非常放得开 人称BB美少女 在孙德荣的帮助下 陈乔恩开始主持节目《中国那么大》 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间里 陈乔恩就像看到新大陆一样 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意思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大胆 后来有一个陈乔恩吃高丸的段子 就是出自这个节目 还有被逼脱内衣 反正那几年的陈乔恩真的很拼 做主持人就是得放得开 但小的人还真做不了 柳妍 柳妍应该是拍过好几期男人装 可见她的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 当初凭着男人装的写真 让她一度被贴上了性感标签 现在的柳妍 不管是出席活动 还是电影 都开始尽量避免性感了 让大家都关注她的作品 而不是身材 2011年 柳妍受邀出演陈加上导演的画笔 仅已被单合肠发遮身 完美动体若隐若现 似有泪痕如气如素 将女性的曲线之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 发布会上柳妍为配合电影宣传 以低凶装束亮相 朱元玉润 半路苏兄 占据了报纸大幅版面 为电影赚足了眼球 她也提到画笔的剧本只有八个字 半裸上身 如期如素 面对十几个人拍摄的剧场 她咬着牙拍摄了不知安G多少遍的镜头 画笔之后 光线传媒从柳妍身上窥见了流量密码 有次录节目 柳妍穿普通服装 公司非要她回去换件性感的 不然不让上台 2012年 在电影十二星座离奇事件发布会上 柳妍以西服亮相 身材惹火 2013年 在电影四大名补二里 柳妍和江一燕共同献上春色无边的浴室共浴戏份 赤裸争艳 性感火拼 还以三地视效呈现 戏里戏外 惹来一片惊呼 但柳妍的波涛汹涌就像是硬币的两面 让她近生宅男女神 事业腾飞的同时 也为她招来无数攻击 杨幂 杨幂当年拍男人装的时候 真的还是个未成年的小狐狸呢 如今已经脱落成四海八荒的第一美人 王子文 你能想象那个欢乐颂中古灵精怪的屈小霄也会拍男人装布 怎么说呢 她就给人灵家女孩的感觉 似乎和性感沾不上边 不过王子文本人所能做的事情 一直以来都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 像是未婚生子啊等等 七威 七威在男人装里第一次给大家展示了人体彩绘 有一种野性美 陈妍夕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面陈妍夕饰演的笑话 几乎是人见人爱 清纯美好 这就是初恋女孩的脸呀 西梦瑶 超模的身材 违密天使的面孔 西梦瑶真的太有女王犯了 18岁那年 西梦瑶成功考取上海的一所211大学 学的是服装设计 大三那年 西梦瑶陪同学报名参加加油 东方天使的比赛 一举拿下了上海赛区的前五强 踢台上了西梦瑶身材高挑 张扬自信 意义生辉 她在那里找到了归属感 也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2009年 20岁的西梦瑶成胜追击 报名参加了世界精英模特大赛 进入了全球前15强 并成功签约全球最大的模特经纪公司 前往巴黎进修 那年 何尤军14岁 作为赌王四泰梁安琪最得意的神童儿子 何尤军在无数人的宠爱下长大 何尤军出生含着金汤匙 还智商爆棚 他的人生显少人能比你 小学两年获得世界教学测试奖项 15岁会考试科全A 何尤军拥有让人羡慕不来的完美家世和人生履历 他注定是天之骄子 17岁那年 何尤军同时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和英国牛津大学的offer 在三思两下 何尤军还是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 只因为牛津大学父亲有资助过 何尤军想避开父亲的庇护 将自己的实力证明给众人 2012年的何尤军在美国开启另一个人生巅峰 远离家庭管制的何尤军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就在何尤军还在美国花丛中流连 换了好几任女友时 西梦瑶已经迎着掌声和鲜花回内地发展了 2015年 西梦瑶参加真人秀爱上超模 开始被荧幕观众熟知 西梦瑶趁着热度又参加了几部综艺 其中就有芒果台的舞相来了 当时这个节目在内地大火 作为国际超模的西梦瑶也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欢 副业发展得不错 西梦瑶似乎在主页上下的功夫也没以往那么多了 2016年11月 西梦瑶在巴黎登上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秀场 作为一名专业的资深的国际超模 西梦瑶的表现一直备受期待 可偏偏 就在那一次走秀中 西梦瑶在众目睽睽下摔了一跤 作为维密史上第一个刷倒的超模 西梦瑶一摔成名 一夜之间 西梦瑶火了 海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西梦瑶虽然出囚了 但她成为了那场维密的焦点 西梦瑶在公众平台上道歉 内地的明星们纷纷安慰她 抱抱你 你是最棒的 你还是我们的骄傲 而国外媒体吐槽 她犹如一袋湿水泥一般跌倒 还偷走了舞台的聚光灯 但无论怎样 西梦瑶的曝光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刷不仅让西梦瑶迎来另一个事业高峰 还让她拿到了豪门的门卡 郭碧婷 郭碧婷的这套男人装 我觉得很美 男人就喜欢这种害羞的小性感 给人想象的空间 2003年 在闺蜜的支持下 郭碧婷凭着一股叛逆之气 大着胆子站上了选秀比赛的舞台 正是这场比赛 改变了郭碧婷的生活轨迹 在这场选美比赛中 郭碧婷不仅靠着亮丽的外形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同时还结识了陈百林 陈百林骑着一辆帅气的机车 直接闯进郭碧婷的心中 不久后两人便正式开始交往 郭碧婷一度沉浸在恋爱的甜蜜和反抗父母的刺激中 只不过 初恋极少能够长久 总是来去匆匆 几次争吵后两人便结束了这段感情 与分手的初恋相反的是 郭碧婷的事业走上新的起点 她被经纪公司看中后签约成为时尚模特 自此走进娱乐圈 依靠着青春靓丽的优势 郭碧婷很快在模特圈中赞露头角 收获大量优势资源 经常在陈奕迅 五月天等知名歌手的MV中单纲女主 2012年 大陆的娱乐圈蓬勃发展 不少港台明星转战内地 郭碧婷此时遇到了郭敬明 随后两人正式合作 推出小时代四部曲 虽然影片中到处充斥着郭敬明式的浮华 一直饱受诟病 但依旧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郭碧婷也凭借南乡一角 再次爆火 甚至一路火到韩国 被韩美好一顿赞美 评价她是少见的天然美女 可美貌对于郭碧婷来说 是一把实打实的双刃剑 刚刚在内鱼积攒下些许名声的她 很快便品尝到美貌带来的苦楚 对于娱乐圈明星来说 最难过的变情观 尤其是郭碧婷这种恋爱经验少的可怜的女孩 很容易便会掉进浪漫陷阱 2014年 郭碧婷与韩国男星李敏浩因系生情 只不过这段关系持续时间不长 便因为依地恋以及男方的花心而宣告终结 这么多的美女明星 你们最喜欢谁拍男人妆呢 芳城 麻烦 我们 sweetie 咱们 öglich 感谢观看